各位boss們早安啊 這邊是因為之前還沒有弄好影片 至於打完一秒發燒 也要來繼續弄影片介紹的小北 那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 曾經因為Bug可以打出超級超級高傷害的武器 雙角蛇的介紹和莫的配置分享 那他的後取方法的話 可以在目前出現過的星紅標槍 奧菲斯劇毒現在正在禁止 但是快要結束的 娜貝魯斯之夜活動中取得藍圖 那基礎數值的話 在普通射擊的模式下 基礎傷害是39的電擊 同時也會有爆炸的傷害 那一共是19的火焰傷害 爆炸範圍是1.7米 射擊速度是每秒12% 爆擊機率是15% 爆擊傷害是2.0 觸發機率是29% 那在特殊射擊的模式下 基礎傷害是24% 射擊速度也是一樣 是每秒12% 通用射擊的話是2.0 他是在他頭的兩端 這樣子分插射出去的 爆擊機率的話是2% 爆擊傷害是4.8倍 觸發機率是30% 那他的特點呢 就是自帶電擊傷害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很尷尬的不能配出病毒火 能夠靠他的爆炸傷害來補火傷 如果真的要配病毒火的話 那中間的時候呢 也會散發出吸血的能量波 那中間時間越久就會有越多波 那每一次的話會造成10點的基礎傷害 可以透過基礎MOD來提升 就是螳線或者說是重口徑 那同時呢造成的傷害還會 回復自身的血量 所以是一把可以吸血的主要武器 那接下來呢就是小北的MOD配置和使用展示啦 那非常歡迎贊評參考 2個配卡區別在於第一個可以比較高頻率的吸血 第二個則是著重於傷害可以打的比較高 那在生存模式下 除了氧氣不是那麼足夠之外的話 那其實他的吸血量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厲害的 那以上呢就是什麼的配置和使用上的展示啦 那傷害來說的話不算是出色 但是可以吸血的設定算是還蠻獨特的主要武器 傷害表現方面的話小北也會給他3顆星 只能說Bug被改了 的確是必須也不可避免的事情 但是還是蠻可惜的 如果他的吸血傷害可以再高一點的話應該會蠻好玩的 那推薦子說哈是4顆星 畢竟一樣也算是半決半的稀有武器 所以能拿到的話就趕快刷出來吧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量啦 那如果喜歡小北的影片記得幫小北按個喜歡 如果想要開到貨動內容的話記得幫小北按個訂閱 這邊小鈴鐺 那同時如果想要加入小北的尺寸的話下方有連結 裡面的話可以跟小北互一互動 或者說是可以掌握更準確的開來和新影片通知 小北的IG和推特的話下方有連結歡迎去關注 裡面會有一些小北的日常 同時也歡迎各位在評論區中分享你們的配卡 或者說是討論對這把武器的看法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